中国山东第十届海内外高端人才交流会 即维海国际英才创新创业大会 在维海会议中心开幕 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858位高端人才 齐聚维海洽发展 此外 31家海外引财机构 80家省内重点高校科研院所和大中型企业 20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也受邀参会 本次海洽省内投融资机构 大中型企业进行发布推荐 为广大企业和高端人才项目 搭建一个对接洽谈的平台 我的新能源技术来自德国 我把它带到维海 外海政府给我很大的支持 他们帮助我在这里稳定下来 也是我到这里的主要原因 维海市政府包括山东省政府都很重视新能源 因为他们效能很高 而且保护环境 我希望在这里面能够有所发展 王可在这次中说 当前山东实行更加积极 更加开放 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积极搭建各类创新创造平台 努力创造良好环境 承邀天下英才 来鲁施展才华 共谋发展 王亮在这次中说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 维海正在大力实施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打造蓝色创新 医疗健康 高端制造 时尚创意城市 奋进的维海 求贤若可 西财主 何者不以山水为远 中国山东第十届海峡会 即维海英创会 在万众瞩目中拉开序幕 这是一次站在塔尖上的 国际性综合性人才智力盛会 高端人才 高端项目在维海相约 碰撞出了灿烂的火花 日月如河壁 五星如莲珠 用珠莲碧盒 群英会萃 来比喻本次海洽会 即维海英创会 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 两院院士 国家级人才工程专家 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 外国专家商界精英 无论是从海外留学人员 报名人数 还是邀请参会人员数量 及博士比例 都创造了历届海峡会之最 在这里我遇到了好几个美国 德国的同行 这样一场异国他乡的相遇 我们都很欣喜 我的新能源技术来自德国 它可以用更低的能源 让新能源汽车 发挥更高的能效 我的公司现在在危海落地了 这里会给我的事业 带来新的可能性 未来会有更多成型的 新能源车辆走下生产线 这样一场盛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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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